然後呢 對我按摩還錯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來分享關我的三個故事 那我剛剛自我介紹的時候不用講 我是念師大生物系的 所以呢 但是所有念師大的同學呢 都跟其他大學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就是 所有念師大的同學有百分之四十的比例是可以當老師的 百分之四十喔不是全部 那我為什麼有修教會學成呢 有修教會學成才能當老師 大家覺得我修嗎 有 為什麼覺得我有修呢 沒有啊 我有修啊 為什麼呢 因為修教會學成不用錢啊 當然要修啊 所以我就修了 於是呢 在我大四的時候 我就去了成功高中實習 在我實習的時候呢 我是一個生活老師 我站在講台上面教課 我教的章節教導叫做人類與環境 內容再告訴學生如何保育環境等等的方法 那我上課的時候 我就講了很多保育環境的方法 下課之後呢 就有小朋友坐在第二排第三個 就走過來 走聊天 放鬆玩一走 他說 老師 你今天上課的時候 講了這麼多保育環境的方法 那你自己有沒有做過什麼呢 當下我是一個老師 我在台上 我應該要學成的榜樣才對 但是我卻沒有做過什麼東西 我講話好多屁嗎 我非常不爽 我知道我應該站出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知道是時候該改變了 於是呢 我就想說 我一開始 我只有一個人 我要做點什麼事情 我要做什麼呢 一個人後大家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孤單寂寞的一個人 於是 我就找了一個最近的西鄉同學 一成立的一個團隊 叫做保島淨香團 趕緊的淨 相送的鄉 保島淨香團 只做一件事情 就是揪團淨碳 號召各式各樣的人 來到海邊 一起把垃圾剪起來 就這麼簡單 所以簡單來講 我們就是去海邊撿垃圾 一起來看看我們撿到什麼 因為是在台北 所以我們就從北海岸開始做 第一次去淨灘 就撿到了一個龜殼 就是龜非常有名 大陸也挺過 他是 他是被綠蜥龜沒有錯 那綠蜥龜發生了什麼事呢 不知道 所以就把它翻過來看一下 結果我們發現他是被烤焦的 那我說為什麼綠蜥龜被烤焦 他不可能自己銷炭刺殺 所以說呢 一定是有人就海邊 可能去玩弄他 或者是 這樣可能採一點去使用他 或者是對他做一些不盡的事 我不知道有多少 生活的靈魂 跟他一樣 受到就是這樣破壞 我看來覺得很難過 那有一次進餐的時候呢 有個人撿到了一個瓶子 就說 欸你看 我說可以記懂什麼 結果我發現 欸 這裡面就是一個瓶子 裡面有一張汁 所以他就是 瓶中性 你說說哇靠 這是電影情節嗎 怎麼會撿到我們台東的媽啊 瓶中性裡面寫了什麼呢 寫了一串電話號碼 是089排透的 089是台東的區碼 台北是02嘛對不對 然後台北是06 排中是04 089是台東的區碼 所以說這個瓶子 從台東被丟下來 看到台北東的壁角 被我們警告 哇 裡面呢 除了電話號碼 電話號碼之外 還寫了一句話 寫 call me 我說寫 call me 就call you 於是拿起了我的手機 要打給他的 結果 你摸的號碼是摸的號 但是有趣 跟他其實就是 垃圾並不是一個 應該在海邊出現的東西 那隨著潮水飄過來的 像這個 寫著韓文燈檔火記 如果他真的是從韓國飄過來的 這真的是有可能 那有多少東西 還在海洋裡面漂流 如果不是 在人們的刻意跟不小心之間 又有多少東西 就這樣子流落了海裡 也曾經我撿到的沙發 換什麼都有沙發 誰去台邊看電視 看什麼看海賓 我們那天看小丟手 不知道 就是在海邊有各式各樣的東西 我們還撿不撿到錢 撿到骨頭 撿到各式各樣 你沒有辦法想像 會在海邊出現的東西 而在進行這個淨灘活動的時候 我從我大四開始做 我是去年畢業的 於是呢 我們就是跑到各式各樣的台邊 去進行不同的活動 一開始我本來以為不會有人來 但是沒有想到第一次淨 就是第一次淨灘的照片 光我的朋友就有三十個人 我說哇你太多了吧 後來我們一直做到淨天 也做到淨天 就是我們辦了十次淨灘活動 號召超過千人 那曾經我們也到了台南東洪金海安去 台南去辦淨灘活動 到了那邊的時候 然後就是 有一個阿伯在那邊 夾到夾到我 問我說 阿伯阿伯這個辦法 你會被我衝上 然後呢 就跟阿伯說 阿伯現在要參與你來啊 就是 怎麼會有人在那邊 跟我們搶我們的場地嗎 你想要幹嘛 阿伯就說 去進屋邀我來啊 我想說 為什麼要進屋 要跟我們搶場地嗎 那我們等一下不就玩玩了嗎 我們就再問說 阿伯 待會有人會衝上嗎 他說 待會有人會叫我問捨啊 我想說 叫我問捨啊 過了一陣子之後發現 台南市環保育的官員就瞬間到場 然後就一起來幫忙 就我們進他活動 然後我說 那帳篷是 他說 喔是就是 你的費送給你們的啊 說哇也太好了 他說對就什麼好 相當感人的這個環保育 那沒有想到後來台南的攤販也很感人 人家人家很感心耶 就是小事件提供了 就是糖料 然後小事件提供了水件包 就是便對水件包 對也太好了 那我們不僅呢 帶動當地的環境神態 也帶動當地的光光 我問擠進我們去公信你們的行李 那因為很多人一起來進攤 所以垃圾量非常的大 那在台南這個地方呢 後來一次就有大概兩百個人一起來參加 那其實很多人就說 欸林一地進攤真的有在就是 有真的有用嗎 但我覺得 我們就是撿起也是海邊的垃圾 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心裡的垃圾 我們套套到大家一起去辦這個健康活動去參加 那我們自己的海邊垃圾沒錯 但是實際上如果大家都任何這個理念 任何這件事情 那你就不會海邊就不會有垃圾了 最重要的還是每個人心裡也垃圾了 就是光源谷的第一個故事 第二個故事完全無關 那我要講的是什麼呢 實際上我就是喜歡做的事情 十月十日什麼日子 十月十日什麼日子 那不知道大家會做什麼呢 你會做什麼 睡覺 可是大家睡覺沒錯 但是就是 嗯 就對一個老師來講 我之前當老師 我現在雙子姐非常的休息 隔天要斷跑 所以不用背課操手 於是呢 我就在唐龍上發現了一個活動 它是文化鋪板的 駐台灣生日快樂的活動 這是賀卡 只要你把賀卡人景點 那個東西 而在一起拍照上傳 就可以參加抽獎 賀卡人景點 讓我們一起來看看網友的照片 賀卡很可愛 賀卡人景點 人不知道在哪 賀卡人景點 賀卡有點小 賀卡人景點 賀卡人景點 他家樓下嗎 不知道 賀卡人景點 真的是他家樓下 都在幹嘛 到這個時候 我覺得非常不OK 賀卡人景點 為什麼可以搞成這個樣 賀卡人應該這麼可愛 在幹嘛 我覺得這樣很不寫 於是呢 我就把賀卡拿下來 我覺得很可愛 一定要好好利用 這張賀卡 那這時候我搭散 我怎麼做呢 我覺得這樣做 我是個奇怪的 我真的好多了 就是更OK了 沒錯 那我就號召 找我國旗上的同學 穿著國旗顏色的衣服 去各個景點拍照 就這個樣子 那 那 當我大三的時候呢 就是我做了這件事情 那這個牌子做了啊 放在我家 也沒幹嘛 於是我就決定 那我就是 就來辦國旗日的快想活動吧 於是我去年的國旗日 跟今年的國旗日 都辦的快想活動 就是 只要穿著國旗顏色的衣服 拿著國旗 於指定時間到達地點 譬如說我們 9點在龍山寺 10點在西蒙風樓 11點在中文健堂隨便 這樣子 然後拍照 就只能多這麼簡單的事而已 那一開始 我們就走到 9點到了龍山寺 很多人跟我一起拍照 但是更多人是在這邊拍我們 我們是觀光集團的觀光集團 那我們都是相當環保嗎 那是大眾運輸走通工具 路上去遇到一個外國人 他就說 What are you doing now? 我說我們在搜尋 然後他就說 Can I join you? 我說Come on! 他就一起來了 沒錯 那後來在這邊的時候 就有人大聲的叫我 Maybe 我說你幹嘛 結果發現是我的學生 我說我是不是很恐怖 是我的學生 在這邊也說 那我就說 你們明天不是要斷考嗎 我們保持相當清楚 他說對 我說那個分別 我說老師 段考一年多次 是國慶日一年只有一次 我說對 不錯欸 不覺得 我說他不會被打 他說不會 他說那OK 好了就OK 那我覺得就是有 辦這個活動 雖然說因為段考是關係 我沒有告訴我的學生 但是難道他們一起來 我也覺得非常開心 講話會不會太快 時間非常緊急 那站到路邊 就一堆人一起來拍照 對那我就 不dream through這樣 那我們就到了就是台北的各個地方 拍了各式各樣的照片 有時候做一些奇怪的自身 會放在下 我們就常做一些奇怪的自容拍照 沒錯 那我覺得 常常我們就是 國慶日他放假的用意 或許在某個層面上 是要讓我們去慶祝我們 那是我們曾幾何時 用自己的力量 想幫我們慶祝一下 哎呦 第三個故事沒有時間 那這次我要講 因為我剛剛兩分鐘沒有 就是沒有講 有什麼事 現在可以找到 不是 達德哪裡嗎 台北的新一區 新一區有什麼 沒什麼 人最多 那有人的地方呢 就有我們的舞台 於是呢 我們怎麼一堆人要幹什麼 穿兩次的衣服 我們在路邊排列隊 要幹嘛 在行車後 我們在亮起的時候 就衝過去然後躺下來 那幹嘛 我們不是要抗議 我們是要宣導一個領域 要做什麼呢 就是我有個朋友呢 他是在氣候變成這個領域 做非常多事情的人 那他要去南極 於是我就幫他宣傳 然後辦這個活動 跟大家在那邊 告訴我這件事情 等等的 那我就跟網友約好說 穿藍色的衣服 指定時間到達地點 我們要做這件事 但是呢 就有人不莫名其妙 穿紫色的衣服 不知道是色盲呢 還是怎麼樣 你不太了解 那我覺得就是 這個活動目的 穿藍色衣服的意義是說 全球短化 所以呢 有一天如果我們 但我們去關切這個議題 有一天 台北面會融化 然後台北面會 對不起 冰山會融化 台北面會上升 有一天台北的日江城 所以我們就在採水 換一點水焰馬路的一個狀態 沒錯 那這個就是 躺馬路的活動呢 也是 就是因為我覺得蠻有趣 那時候 他有跟我說 欸林姨我想做點不一樣的事 你想要做點什麼 我就說 我想躺在馬路上 結果後來想到這個活動 也是一個小小的點子 就引發了一個小小的情動 那 躺馬路過這個活動呢 我也就邀請我的學生 一起來參加 那我學生就來參加 然後就穿了紅色的褲子 不知道為什麼 就紅色的褲子 都是我的學生 那我不能了解 為什麼現在高中生 都要就是 在我說穿藍色的衣服的時候 穿著紅色的褲子 像他的牆眼 像他的牆眼 那 就是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個 PO文 在9月初的時候 我之前在蘭嶼高中 當老師 然後呢 我就因為蘭嶼高中 失資缺乏的問題 我就在FacebookPO了一個文 然後就是請大家幫忙 找老師 請問我幫忙找個PO 那 這次9月初PO的時候 沒有想到 有很多人分享 多少人呢 一萬五千個人分享 也因此找到了 老師 在四工作天裡面 但是 我現在還有缺 缺一個特教老師 所以大家如果有 就是 有缺的話 可以跟我講 特教老師 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來高中 那是我來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原因呢 就是我之前是當老師 沒有錯 從我去年就沒有畢業 到今年就沒有畢業 都沒有當老師 你是學生 再來一個高中 學生 然後呢 我當老師的時候 我後來想 仔細也想了一下 我覺得當老師好像 不是我這輩子 最想做的事情 我覺得我十年之後 好像不是 能然想當一個老師 於是我就 細細的想了一下 我到底喜歡什麼 到底熱愛什麼 發現我熱愛 正在講台上 我發現我喜歡 跟其中互動 那我就 最近透過不斷的演講 不斷的演講 今年9月底的時候 也很榮幸 站上有開XX台北的舞台 但是我也發現 我非常不足足 我經驗非常的少 太多前輩非常非常的厲害 所以大家第二個 有興趣的話 可以照我去演講 如果你覺得我剛剛講的東西 還不錯的話 那最後一個 我為什麼整來這邊 就是一部分是要支持 然後另外一部分呢 是因為我 不想當老師了 所以呢我現在是一個 所謂在業中 或是失業的狀態 那我在變賣 我所有家裡不需要的東西之後 我發現我的就是 經濟來源也相當的少 但是我還是堅持著做我想做的事 那我就是後來發現 就是我想做的事情 可能是 譬如說主持相關的 那我常常在後面跑來跑去 所以我覺得 我目前想做的事情 我最想做的事情 就是當一個外景節目的主持人 所以如果你們有朋友 在電視台工作的人 如果你覺得我很不錯 請推薦我給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